我記得就是說 因為那時候我們參加那個太陽花學運 太陽花學運其實我也有負責一個場地 那其實根本就沒有要規定你幾點要踩舞台 因為如果你是連續的天數 我記得那時候我印象一申請的時候 那時候一申請好像是五天吧 那完全沒有被要求 我們通常連續借路權不是就借三天 為什麼半夜一定要去把舞台拆走 我印象中是沒有需要拆舞台再打舞台 所以我覺得像昨天主辦單位他就有公佈這個時間 那很多人都以為說是因為主辦單位 可能是不是很保守 希望大家就是來然後早點回家 其實我那時候就覺得怪怪的 那如果依照這個的看法我覺得很怪 就肯定他們可能有備受一些特殊的壓力 因為照到底來講 其實如果你是申請三天的活動場地 連續申請的話 基本上依照我的印象裡面 是沒有要要求你 需要當日拆除舞台 隔日才能再打舞台 因為這樣來回確實花很多錢 那另外我也覺得很特別 就是說關於這個要聘請議交這件事情 其實聘請議交的規範 其實在大型活動才會有 譬如說燈會等等 都在所謂你要去標這個案子的時候 他有交通管制的要求 跟配比的人員的人數 那基本上我覺得在這一次的清了活動 大家都很清楚 覺得可能不會比上次人多這麼多 但居然比上次還多要求了這一點 我覺得這是一個非常怪的狀況 我覺得就是應該也要有相關的民意代表 協助他們去了解一下 因為這跟我們平常辦活動的理解 真的不太一樣 那另外我必須要講 這一次就是我覺得他們 去做這個身分證輪流排班的部分 我有一點意見 因為怎樣 有啦 你的林在這裡啦 除了林不見害得我可能三天都要去之外 三天我跟吳坤宇都要去之外 你也是林嗎 你是0號還是1號 不是 不是 你是0號還是1號 都不是 好 重點是這樣 重點我覺得其實6月21號 國民黨確實有下動員令 因為我有收到這個 不只是會有遊覽車 就是它號召的其實是全台灣 而且另外呢 也大量的希望組織的人都可以趕快 621直接到這個所謂立法院 參加所謂藍鳥行動 他們叫藍鳥行動 到底是藍鷹還是藍鳥 他們代號是藍鳥行動 因為我看到的是藍鳥行動 那我本來就有建議 我已經溝通了很多天了 我在電視上一直說 國民黨 你們要尬詞一點 改名字就要改比較powerful的 你應該改叫藍鷹行動 哇塞 聽起來很大 很威 很猛 對不對 不行 上公會說他們那個就叫做鷹 藍鷹 鷹從小記 對啊 所以我覺得621這一場 我覺得大家要注意 第一個就621會不會變成是一種 平常的結果 因為如果青鳥採取的是這種所謂分號碼 這個部分的話 我是擔心621只有8跟9人會很少 對 然後就會被比較 那另外其實621 我認為國民黨 確實跟上一次差非常多 這一次確實有執行動員令 跟上一次完全不一樣 所以到底會不會可能出現衝突 我覺得是大家要去注意的 因為大家看到那個地圖 很妙 它中間只有隔著一條路 正江街 對啊 那就會變成是 青鳥站左邊 藍鳥站右邊 那沒有鳥的 我就一直都說像是民眾黨這樣 沒有 不是什麼鳥的 他的辦公室就在中間 對 他在中間 對 他在中間 但是辦在6月22號 笨鳥 笨鳥 笨鳥在中間 所以我還是要提醒一下 這些什麼小草 阿聰 你們要去可以就是記得 622榮心公園 因為最近很多媒體 尤其這些談話節目 政論節目 在地圖跟這個時程表 都忘了放民眾黨 身為導演的我還在這邊 幫大家宣傳一下 你還沒被開除 停權 停權啦 好好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安琦 近新聞YouTube最新訪談節目 有話進來講 等你進來講 每週一到週五 中午12點半到1點半 歡迎大家訂閱按讚分享開啟小鈴鐺